好,這裡有一個地方要請老師注意一下就是 您記不記得剛剛我們在這個影片裡面有出題目 而且還有指定播放時間對不對 好,那為什麼說要特別注意 你看我從這裡進來的時候 點進來 如果你點這邊 跟點這邊 效果不一樣喔 知道嗎? 你如果點的是這裡 有沒有發現直接進到YouTuber邊 我們今天的話要跟老師分享 好,你進來這邊很抱歉 一定是從頭開始播嘛 你有沒有感覺剛剛你做的白費心機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在OneNote設定有作用 麻煩老師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影片 這種出題的方式 並不是歐寒雲端 就是內建資源的類型 我們剛剛有看到它 它快溫快達支援的是不是就是什麼 問答題跟選擇題 那你要用右手邊這裡打開 你來看我用這個開 有沒有開在OneNote裡面 有沒有注意到 我的影片是不是會爆在這裡 這個OneNote我用很久了 你看一下 有沒有馬上從這裡開始播 對吧 好,那你看一下 我剛剛是一分鐘跟兩分鐘對不對 我們來看喔 我先前進到 快要一分鐘這個地方 播放 得到學校 有沒有跳出題目了 好,我們再到兩分鐘 來來來 你看答錯了嘛 呵呵呵 答錯了 這一題也是錯 好像第二題才對嘛 呵呵呵 請問老師 萬一真的不知道答案怎麼辦 目前OneNote並沒有強制 一定要答對談過繼續 所以它只要點在旁邊 這些空白的地方 就可以略過 所以我跟你講 學生 總有一天 他會發現這件事情 哈哈哈哈 有沒有這樣就略過了 或者他想在線上 對不對 都OK 那我上課都會錄影 都會錄影 所以 好,這裡雲專教 有沒有跳出第二題 問答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OneNote裡面 那個編輯器啊 其實你看這個編輯器 你看我進來 題目 老師請問這裡 可不可以貼照片 可不可以有一些文字的格式 是不是這是一個編輯器 所以 老師說 您可以貼插入照片 照片的網址 或者是網路上找到的 就直接貼進來 這樣都可以用喔 你看像我在這邊 如果我們去搜尋 好 一中階 是不是就很多 那你就按右鍵 複製 我就可以把這個部分 當作我的題目 有沒有 所以 這個編輯器 你是可以放圖片 也可以放其他東西 那這樣 我的題目出來之後 就有了 記得有改過之後 存檔完 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發布 不要忘記喔 你一定要發布 那這個時候 在歐寒段教室這邊 當我在打開一次的時候 你的題目 這裡 就會跟著更新 好 你看我們到 快兩分鐘 兩分鐘 加入了連結 直接用學務系統 因為學生就直接拉進來 你 歐寒 雲端教 有沒有不一樣的 這樣老師了解了齁 一樣的 這個就沒有什麼 答對了 所以你就點旁邊 就OK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OneNote的教材 如果你要在 OHA裡面去使用的時候 有一些 因為OneNote的 教材類型 還有問答的題目 類型比較豐富 比OHA多 因此 如果OHA不支援的 請你都要找 右手邊這一塊 它支援的 你可以直接點這個 但是 就是不支援的 我就是找右手邊 那 除了我們的 影音教材 請問老師 有沒有可能是一般的 網頁教材 或是來自雲端硬碟的 都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你看呢 我們從這邊加號 再新增單元 你看下面有沒有很多 還有一些測驗 對不對 所以 我假設是來自網頁的 你點一下 一樣 存成草稿 例如說 如果 您覺得 我想要 找一篇文章 好 假設這一篇 一樣 取得網址就好 把它貼上 有沒有 不小心標題 就抓到了 只是它是網路上的文章 所以就沒有什麼 那個 起氣點啊 出題目那些功能 它就很單純的 放進來 然後 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按 存成草稿 這樣子 有沒有又一篇教材又進來了 另外 另外 你也可以跟 你的 雲端硬碟做結合 你看 它雲端硬碟是網頁 所以你點這裡的時候 網頁的類型喔 按下去 有沒有感覺到有一顆 常常常看到它 這個 是不是Google 雲端硬碟 所以你可以點這裡 那如果你點的 沒有作用 表示什麼 因為你第一次使用 所以你的 雲端硬碟 你還沒有授權 雲端硬碟 可以存取 所以你要來這邊 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去綁定它 好 你可以去綁定它 那這裡看不到 我用我的帳號給你看 來 在這邊 我用我的 會有一個特別黑的 從這裡 課程 課程 好 假設我從這邊 建立的課程 好 人工智慧 增加 記得喔 是網頁喔 來自雲端硬碟 是網頁 好 點它 有沒有看到 就是可以直接存取 你雲端硬碟的資料了 那雲端硬碟上 可以預覽的 代表你在 OneNote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雲端硬碟 包括支援什麼 Office文件是不是可以 對不對 那Google簡報 影片 甚至什麼 MP3 它都看得到喔 所以呢 你只要點到 你要的教材 直接按選取 有沒有標題抓到 內容抓進來 存檔 這樣你的教材 就進來了 這個比較下面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 那記得 還是一樣要做一個什麼 發布 對不對 好 來 給大家再試一下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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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